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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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可能在不同年齡層 有不同動機吧 早起超級討厭讀英文的 就是英文可能閃就閃 可是後來出社會 還是會有一些出國考察 雖然大部分情況會有翻譯 可是在非正式場合 可能我在自己的旅遊 或者是在其他的行程 我還是會必須要靠自己 過去可能閱讀勉強還OK 可是聽力我是一片空白 口說是一片空白 所以就在想說 平常閒著過去看電視也是看電視 那我就把這些時間 或者是我搭公車的時間 可以多學一點 就是我自己搭 它是分成五步驟的做法 我覺得很好 在聽力的部分它設計得很好 就是讓我同一句話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聽它 其實我覺得這種概念就 跟我以前早期讀論文很像 其實我並沒有為了讀論文 去背很多單字 可是我不熟的 我每次就畫起來 然後查一下 當這個字老是出現在我眼前 我就記起來了 所以其實視頻方應該也是同樣的概念 它就是讓同一件事情出現在裡面前很多次 像過去人家說 用國外的影片來學習 可是其實國外的影片我聽完 它還是沒告訴我正確答案 課程它會有設計片段有講解解說 其實可以補足我過去很多 根本完全不知道的文法概念 對我滿有幫助的 所以我其實每天安排的時間不長 我把它安排在我上班通勤的時候 你可以不用只看著螢幕 所以我就透過搭公車的時段 就是我學的時段 下公車就收工 其實就是可能再參加一些研討會 吸收程度會比較好 還有包括之前去國外旅遊 可能會比較多勇氣一點 以前都要拉個人陪 可是現在可以幫別人 至少基本的生活能力 以前是要被人帶著出去旅遊的 現在是可以帶著不懂英文的人出去旅遊 你可以很自由運用的一個系統 無論你是零碎的時間 或者是你想要把它用在一個 比較長時間 比較精緻、嚴格的學習 它都是可以運用的 在那裡